大肆光秀不可思议 普贤大肆之德 鼓起圣感也不可思议 这个圣感殊胜的感言 这句话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学习 我们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 视法佛法 都要知道求感应 没有感应 我们任何一桩事情都不能成就的 早年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跟李老师学进教 我读书不多 但是跟同学相比呢 我知识比他们丰富 老师所讲举例子 很多我都能听到 老师告诉我 弘法立神 必须要具备 视出世间法 为什么 你不懂出世间法 不去理 不懂世间法 不去基 你怎么恐怕 如果我们懂得佛法 不懂世间法 你讲的东西 去理不去基 如果懂事间法 如果懂世间法 不懂佛法 那是弃机 不去理 都不能够 恐怕一切 这两桩事情 出世间法 这一部大藏经 你能通吗 世间法 他说不说别的 就说中国最大的 这一部 从书 四库全书 你这一生 能念完吗 能通吗 我们讲堂摆着 有一套 一千五百尺 你看这么大的书 一千五百尺 没有办法了 通不了啊 这时候怎么办 老师告诉我们 全凭感应 我们求感应 也就是常讲的 求佛菩萨加持 用什么求 用成 真诚 真诚心 来感动佛菩萨 佛菩萨就有印了 求佛菩萨 智慧加持我 我们才能把这个经讲的 去离 去积 全靠感应 真诚到什么程度呢 到极处 这个真诚 是要真干的 怎么干法 方法很多 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的尽忠法门 比什么都妙 为什么它简单 容易 只要你至尘 老师念这句阿弥陀佛 感应就显成 不可思议的感应 只要跟阿弥陀佛 起了感应 纵然 夜深 没有听过经教 没有看过经 现在有人请你 来讲大经济 你肯定比我讲得好 为什么 你得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你所讲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 给你吧 执行一处 无死不办 可是这桩事情 你不肯相信 你一定有怀疑 所以你不会成功 如果你真相信 没有怀疑 你就真去感 到时候的真痛了 不是 有惊天ฟ 我想 明天 哇 有惊天 没有怀疑 你5000